歡迎收看右翠社區 今天邀請到我們一個香港青年劇團很特別 阿廷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名字 不知道 名字有多特別 跨啦啦 今天邀請到我們香港青年劇團 跨啦啦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先給掌聲 謝謝 不如各人試我介紹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 我叫Ruby 就是跨啦啦藝術集會AFTEC的總經理 大家好 我叫Sarina 我是這套劇由長凱華之歌的其中一位演員 我是叫Elsi 我也是由長凱華之歌裡面的其中一個演員 看這個樣子你們好像很小似 但已經做到一個小演員 真的很厲害 其實我想問Ruby 其實你們這個青年劇團 初初是怎樣成立 有什麼目的 其實我們跨啦啦藝術集會AFTEC 就是2009年成立的 成立的那時候 就是我們拿了一個政府的資助 叫做場地夥伴計劃 所以我們這五年 由2009年到現在 其實都是西灣康文語中心 是我們的場地夥伴 一年我們可以在那裏用八個禮拜的場地去做我們想做的劇場活動 我們有兩位很重要的人物一定要介紹給大家聽的 就是我們的藝術總監 黃青霞博士 還有我們的CEO Lin Yao 優寬智小姐 其實他們兩位在2009年成立了AFTEC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人的支持 我們這麼多年裡 都是主要想做幾件事的 第一就是想做青年的劇場 即是覺得香港有很多青少年 其實都是很有才能 很有可能 我們覺得香港好像沒有一個劇團 只是去培育他們的興趣 或者他們的演技 或者他們的各方面透過劇場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AFTEC 每年我們有兩出的青年劇團的演出 一個是中文一個是英文的 我們也有一個是 只是給中學生來參加的一個program 得到馬會之載 叫做Jockey Club from Page to Stage Program 即是由文本到舞台 加上有其他不同的藝術教的活動 我們就真的很希望透過我們的活動 其實可以做到藝術教育各方面的不同的事情 聽你說青年人 我都知道青年人很多都對演藝有興趣 青年人會不會輪選方面有什麼 就是年紀方面 明白 還有輪選方法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過往這麼多年 譬如當做到青年劇場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些叫做audition 輪選 當然我們都會透過招募 或者我們去學校跟他們說 我們有氣組 你們快點來試一下 然後就成多人湧過來 有氣組 小月就可以發揮 其實每年的反應 都真的出乎我們意念之外 原來香港有這麼多年輕人 是對劇場有興趣 他們在學校 其實你都知道現在中學 或者甚至小學 是越來越著重劇場的訓練 或者那個教育 但是他們在學校 始終那個exposure 我們叫那個訓練 是比較有限的 譬如他們每個星期都可能 只是說只有一個小時去做畫劇 這樣 學生的學業都很忙 是的 他們已經很忙 譬如來到我們After 其實我們是說 每一齣戲 我們之前都有差不多一個月 至一個半月 很密集的演出 還有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們做的事全部都是專業的 我們的後台是專業人士 我們的導演是專業人士 我們服裝設計 燈光設計 背景設計全部都是專業人士 我們想給一個很專業的環境 讓他們知道 原來你要做一套專業劇場的演出 是這麼多功夫時間 要付出才能收穫 是的 譬如好像今天我帶Elsi和Serena上來 他們都參加了我們今年年初 去發展一個項目 叫做Bravo 香港青年劇場獎 其實我們很開心得到 李希腎基金去贊助 整個計劃其實就是我們 叫一些12至17歲的本地年輕人 都很年輕 十二至十歲 真的很年輕 成色於藍 但是你們又覺得很驚訝 原來他們真的很厲害 厲害是說什麼 他們對劇場是很有熱誠的 他們不怕辛苦的 一會他們就會告訴你 他們有多辛苦 這幾個月已經不怕辛苦 是的 他們發了一段YouTube的audition video 即輪選片段 我們在宏宏這麼多個申請者之中 就選了五十位 他們兩位是其中五十位的 其中兩位 還有一些自豪 五十位 宏宏這麼多 至少幾百個人選五十位 自己做到 是不是很自豪呢 我們選他的時候 有幾個方面 第一就是要看他有幾個熱誠 劇場 第二就是要看他有沒有這個天分 我們覺得如果你想做一個好的演員 你一定要有熱誠 第一 第二就是一定要有天分 選了他們出來之後 他們四月上了一個星期 每天六個小時的workshop 我們找了一些本地很出名的資深的演員 或者導師教他們 然後游掌海之歌 其實就是他們這一年訓練 其中一個部分 去到八月底 其實他們有另一個workshop 我們就這次請了我們那個學習夥伴 倫敦 一間叫做London Academy of Music and Dramatic Art 的一間學校 他這間學校就是全世界四大drama school之一 我們就找了一個他們head of movement 即是他們做形體動作的最大粒位 最大粒位 就來香港教他們形體動作 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對他們來說 還有 更興奮一點的就是 下年四月 我們會有一個總輪選 在五十名選二十名 下年初假 這二十名可以去倫敦 進行四個星期的演技訓練 聽到我也想去 是啊 但已經過了這個年齡 是啊 你超齡了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你們兩位有沒有信心 可以做那二十個去倫敦 看樣子就很有信心 都可以的 我會盡我所能 即是盡力做好些 那我又不會 放到說這件事去不到 就很很很失望 就不繼續下去的 我會覺得 對 即是你都喜歡演戲 所以無論怎樣都盡力 盡力做到 看看自己去到哪裏 盡力 那家寶呢 都是一樣 都是盡力的 對 那說回剛才這個香港青年劇場獎 你們都是其中的得獎者 那你去參加這個獎 其實得到些甚麼呢 其實在這裏學到很多 現在可能有人會說 香港九十號是那些港鞋 抗疫能力低 對啦 那其實我參加這個獎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自己的抗疫能力 並不是現在的人所說到那麼低 因為我是五星中六的學生 今年中六 又要考DSE 所以你知道很多補課 那是跟裏面的訓練是撞了時間 可能早上八點多就去補課 然後就馬上趕去訓練 去排氣 那時候你會見到自己 即是長大 怎樣分配這個時間 都會成熟了一點 看到這個樣子完全不像 那個十七歲 十七歲完全不像 口疾 完全不像十七歲 那嘉寶你呢 那我就學到很多劇場的知識 那很多時候在學校 如果她要演戲 她是不會特地去教你 怎樣去讀台詞 但是今次我在Bravo 裏面 就可以學到怎樣去讀一句台詞 另外就是 是認識到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 因為很少會有些 真的對劇場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一起 現在認識到他們 有時候有些舞台劇想看 就可以和他們一起 我覺得是開心的 除了學到東西 可以展示自己的小宇宙 都可以增廣見聞 可以認識到 擴闊自己的人生圈子 那這個獎 其實對青少年 其實都是很有幫助的 是啊 那我也想問一下你們兩位 之前參加這個獎比賽之前 有沒有一些演話劇的經驗 或者專業的訓練之前的話 我多數是在學校有演出的經驗 即是都參加的 就很少出去參加一些外面的劇團 這個是我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拿獎入到這個 這麼大的劇團 我第一次原來 是 那嘉寶你呢 我也是一樣 即是第一次進入這麼大的劇團 也是 那 即是很感謝這個跨拉拉劇團 你們也 聽說你們接下來 會有一個大型製作的舞台劇 不如介紹一下 剛才有說過 其實Bravo中文組有23位得獎者 他們將會參與我們跨拉拉的術集會 粵語青年劇場 油長海華之歌 這一個劇場製作 很特別 這個名字 是啊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 Leaflet 我們宣傳單張 再掀給大家看 哇 香港人來的 很漂亮 大家其實都看到 其實這部戲 就是講述一個美國印第安英雄 叫做油長海華 的一個傳奇故事 題材很特別 題材 因為其實香港 我們都跟很多人聊天 即劇場的人士有聊天 年輕人有聊天 其實香港是很少很少做關於 我們叫做 Native American的一些故事 即是印第安人的故事 首先可能大家會覺得 這個文化跟我們都沒有什麼關係 離我們很遠 但其實我們跨拉 就是想將一些很經典的 無論是西方或是東方的經典 著作都介紹給觀眾 今年我們的導演 黃青霞博士 他特地選了這部電影 就是因為他二十幾三十年前 在倫敦看過 The Song of Hiawatha 在倫敦的一個製作 他覺得真的非常之美麗 即是視覺的東西很漂亮 整個製作很大型 很有活力 很生動 所以他覺得 今年我要選一部電影 是給二十三個青年演員做的 我就做The Song of Hiawatha 一常了他一直以來的一個夢想 可以說是 這次除了Doctor We 我們的藝術總監 是我們的導演之外 我們還有 我們請了黎卓真教授 是Doctor We 一個很好的朋友 幫我們做翻譯顧問 還有一組其他的人 譬如我們有排舞導師 Kongo 我們也有Joyce 所以是一個年輕的製作者 幫我們做音樂裏面的音樂 因為印尼安倫的音樂 不是我們平時聽的音樂 是 我們真的特意找人去做音樂 所以整個製作會有音樂 又有形體 是一個很適合家庭來看的製作 很豐富 很豐富 又試過又聽過 你們兩位就是其中兩個小演員 因為剛才說過不是我們本土的香港文化 你們在投入這個角色方面 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呢 都會有困難 但是好的是黎翠珍教授他翻譯得好 即他翻譯給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從我們去讀那些Lines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那個文化 看到他們是怎樣生活 怎樣團結 即會不會說一開採牌之前 就要上個關於他們的文化課 因為幾課了 讀一下他們的書 會搜尋一下他們的東西 即是會看看他們當時的生活怎樣 是的 那交部呢 是的 我也是會上Youtube去看看 那些印第安人的生活是怎樣 接著去模仿一下他們 即是在家裡吃沙發 人家做家人 當然呢 這樣投入角色 會不會有些有趣的東西呢 我會回來彩排的時候才會 因為在家裡會被家人說我瘋 學校呢 學校會不會即是跟同學玩一下 突然騙了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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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我們排排舞的時候會有排舞 即是我就會發覺他在那邊跳舞 即是跟同學這樣跳舞 即是跟同學這樣跳舞 是的 是的 你的同學也是頂著你 相信我 那除了這些 那還有沒有什麼困難呢 因為排一套戲其實 都會有很多 即是會 譬如有些人追求完美 那樣 你這樣做不行 即是你知道藝術人有藝術性的態度 那你們這麼年輕 會不會遇到這些困難 會令自己很難受 排戲的時候有時候會有的 那因為我們見識得少 那有很多東西沒見過 可能我都在想為何會這樣走呢 但原來走出來又 又很好 整個感覺 但我當一下聽到的時候 會很confused 心想為何會這樣呢 但做完出來之後又很好 即是途中也有被人罵過那些 會不會 有沒有說罵的 只是可能有時候不明白 當中為何會這樣排戲 這樣 那阿寶你 我不覺得有很大困難 那因為他教的那些東西 又不算很難 我可以拿到 其實自己已經有演藝的細胞 尤其是小問題 這些都是我處理到的 其實因為你做得多 你就會熟 你就不會覺得有很大困難 即是素能生效 幫到你建立了自信 所以很多都很容易投入到角色 這裏我又加多一點 因為其實今天我只帶了兩位演員來 你看到他們兩位是女角 沒有男生 我們整個有三分二都是男生 對 但由於今天他們很要彩排 所以都帶了他們來 對於那群男生來說 其實相比之 他們兩位的形體動作比較少 你可以去問一下他們兩位 另外那些男生的形體動作 十分之多 所以對他們來說 那個困難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你們覺得是嗎 他們之前是否要上肢體班 不如你們又說一下 4月的肢體訓練 我們4月的時候上了一個 肢體訓練 就是教我們怎樣去運用自己的身體 用身體的身體 去表達一些東西 我們有學 怎樣去假裝風火水的 翻來看看 會長表演 我很想看 怎樣假裝風火水 用身體 那些輕重 速度 那些 就會表達到 我真的很想看 想像力 要很豐富 是啊 要不斷去想 好像假裝河 那些波浪 在想 波浪有多大呢 可能一至十級 十級是超大 可能颱風 我感受到真的超大 超大 是啊 如果一的就是超微 可能是 過一過自己的腳邊 然後就沒有了波浪 那種 我們要不斷去想 然後去做 其實就是要跟那些波浪 人神合一 就是要想 不斷自己 好像要模仿它那個形態 除了有趣的動作 有沒有很難做的動作 要自己經歷過些什麼 才可以投入到那個動作 會不會有些特別困難的動作呢 那又沒有 但是會辛苦 有些動作會 就是可能我們有 我們有學過一個 九個attitude的東西 就是 把軸心放在不同的位置 去做一些不同的動作 然後可能 過程之中 我們可能是要 例如扎馬那樣 半進 你想想 如果扎馬 半進得久的話 大腿是很痛的 那我們那幾天 就是大腿是超痛的 那女生 會不會擔心我障礙胎 不會的 都是那幾天 但是會很累 那些肌肉 真的 那你的經驗很難 那家本 你有沒有那些男人說 摘馬 那麼纖細 要為藝術犧牲 會不會有些 哎呀要摘馬 弄多隻腳不漂亮 會不會有這些 不會 因為我覺得做戲是很衰 自己身體一定要很強壯 所以我覺得辛苦是對的 是 那剛才也說過 男生的肢體動作都幾吸引的 那有些什麼動作是 可以掌握到你的眼球呢 其實這次的戲 由於我們是講印第安人 有時候印第安人本身跟大自然的關係很密切 所以裏面 我們的男生就會用到一些不同的道具 以及身體 去變成不同的大自然的風景 給大家看 譬如他們可能一時間就會變成一座山 下一部分就會變成一個森林 人可以突然變成一座山 是啊 我自己本身都不相信 但我看了他們一次彩排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 你弄得很想看 是啊 真的一定要來之前 什麼時候會上演呢 其實我們就會在8月9日 10日和11日 在西灣可民喻中心上演 總共有三場 我們每一場之前 還會有一個叫做 一小時的演前合家歡工作坊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亦是家庭的話 真的很歡迎你們來 因為在那個一個小時的工作坊 你可以畫臉、繪臉、face painting 你可以親手製作一些很簡單的 印第安人頭飾 你可以穿豬仔 變成頸鏈或者手鏈 還可以在一個 仿真到100%的印第安人帳幕之前拍照 是的 今集的時間其實都差不多了 好像你們有些東西送給我們的觀眾 是啊 今天其實我們也帶了一些 這麼多位演員 很辛苦的彩排的片段 也都很精彩的片段 送給大家的 那大家記得要看 怎樣一個人可以假裝到座山 又可以假裝到 森林 森林 好啦 那下集有趣社區再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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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